李湘说,我家冰箱里的东西68万,都是我女儿吃的。黄胜一说,我家儿子喜欢玩,不过我都不用给他买什么东西,因为他奶奶给他建游乐场、滑雪场,他喜欢玩这些,顺便交一堆孩子来陪他玩。 王燕说,我家请了十个保姆,都是照顾我家少爷的,那样才放心。现在社会明星炫富,已经不足为起义,唐嫣曾经一个手机壳要四万,林心如给狗狗买包花费四十万,刘嘉玲一瓶酒花费八十八万等,但是在对孩子的教育上,还依然这样高调炫富。 很多人觉得不妥,王燕和黄胜一都是嫁入豪门,李湘是家境不错,加上自己很会投资,自己成了豪门。 而对于他们的豪门生活,让我想起一个人,那就是郭晶晶,人家嫁的可是千亿豪门,但是郭晶晶和霍启刚两人却很少炫富。 郭晶晶嫁入豪门后,并没有因为有钱了,就去购买各种奢侈品,而是穿着很普通的衣服,带五毛钱一个的头绳,包包也才四百五十元。 他和老公也经常逛菜市场,孩子也是郭晶晶妈妈帮忙照顾。 平日里,丈夫霍启刚上班回家,也会陪孩子玩,空闲时间,两人还带孩子去乡村体验生活,就跟普通老百姓生活差不多。 疫情期间,两人还低调捐款七千万。 霍启刚再一次在采访中说,我最喜欢晶晶的朴实。 而郭晶晶也说,我比较勤俭节约,我吃的无所谓,穿的无所谓,差不多就OK。 这样对比一下就知道,货架为什么传到第三代还依然是豪门,因为对孩子的教育不一样,从霍启刚的低调生活和择偶标准就能看出来。 而郭晶晶也绝对是个宝藏女人,她曾是国家跳水运动员,而并非什么娱乐明星作为。 一个跳水运动员,她参加过四届奥运会,获得各种比赛几十个冠军,为国家赢得了很多荣誉。 而这其中的付出和心血,以及超乎常人的毅力,绝对不是一般人可以比的。 她的名气也不比任何明星差,所以说人家根本不用炫富,大家就觉得她很富有。 反观,有一些老板娶了女明星,好多都是事业滑坡甚至破产。 比如曾经的山西首富李兆慧娶了女明星车小,后来离了婚,现在被悬赏2100万寻找她的下落。 再比如刘涛的老公王科,娶了刘涛,后不久就破产了,刘涛只能拍戏替夫还债。 再比如佟磊的老公周旭辉等等。 所以著名企业家冯伦才说,民营企业家千万不要娶女明星,其实娶女明星倒不是关键,而是人有钱之后,内心的修为和追求更加重要,而不是只是流于表面。 所以,老话说付不过三代,但只是针对大部分情况,肯定也有例外的,还有的都付不过一代,你觉得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一起。